歡迎節目時間 永泰地產位於西半山的義豐剛剛入伙 發展商希望打造到精品豪宅一樣 看到大堂、走廊就花足心思 不過室內的間隔、設計和手工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位於西半山西摩道9號的義豐 由永泰地產發展 一梯兩火 只有84個單位 永泰地產近年銳意發展精品豪宅 這裏都不例外 每層的電梯大堂簡約而高雅 有別於一般大發展商 金碧輝煌高調的豪華風格 連每戶的大門設計別置得利 亦都不失名貴 單位建築面積1878呎 業主09年以2700多萬買入 尺價14500多元 收樓入了兩個星期 發展商還未倒閉 地下鋪木地板 手工不錯 客飯廳屬於曲尺形設計 有17呎7吋×21呎半 客廳連接露台 不過只有湯門 並沒有活動的窗 裏邊向北 冬天特別大風 湯門質量雖然好 但仍然有流風問題 裏面的密風性未必做得最好 始終有些縫隙 因為外面的環境 尤其是這個環境的因素 旁邊的樓和它比較近 外面的風是很厲害的 風速很高的 導致有很多風 在縫隙中吹入 變成一些高層的草蔭 在那邊 又看看飯廳這邊 以1800呎的豪爪來說 飯廳面積相對比較小 擺大張一點的餐桌 坐人之後 廚房又或者大門的通道 相信都會挺窄 廚房台面用的是天然石 給人做石內用 但難免會有接口位 重新用的就是另一款雲石 選料未選得最好 這些石看起來是美 但本身亦有麻煩之處 因為這些石有很多石紋 本身亦有很多裂紋 其實如果做出來的效果 我們一定要好好挑選到這些石材 才有一個好的效果 否則可能會見到這些地方 這些有比較明顯的顏色 因為紋理很明顯分別 還有這些有很多的裂縫位 除了工作平台那邊有窗 又特別在工作台面上加多隻氣窗 可據業認為值得一讚 一來就通風 一來平時都可以有個陽光 但它不堵塞 這裂上仍然可以有空間安裝了這個吊櫃 其實這個很多時如果是設計上簡單 就是一個整個大窗 就喪失了吊櫃的安裝空間 我覺得這個它也是有心思去考慮 有齊各樣歐洲品牌的煮食爐具之外 還有少見的洗菜機 全屋有四間房 先看看主人房 兩邊都有窗 不過兩邊都是扭望扭 如果在這邊擺衣櫃 這邊窗就有等於沒有 套似門設計特別 是中間打開的 效果見仁見智 其實有點怪 因為裡面主人房的浴室 這套商業門 本來開出來 整個浴室就很好玩 但在外面的感覺 就覺得是一個儲物房的門 不過相信門面是遇到業主日後 要自己設計和裝飾 套似設計高壓 還有大幅玻璃 不過一樣難以勿盡其用 因為對正旁邊的複雜花園 相信要長時間落臉 1800多呎的單位有四間房 但只有一間套房 另一間房叫做有套似 但其實是半個客似 這裡有洗手盤 這個位置都闊落 但這扭門後面還有一個位置 開了門 原來這裡是由客廳進來的客廳 但開了門後 發現其實這個位置比較迫劫 鏡櫃未用已經氧化 裡面裝了幾支光管 令表面看起來漂亮一點 不過裡面的儲物空間就小了 每層浴室外面 長身都有個花槽位 何據葉認為不實用之餘 亦容易積水 增加渗水入屋的機會 好久了 再次回應 今次回應 谢谢大家